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材能保持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再说了 谁都会有老的这一天 除了吐槽中立体发福 还有网友表示 老觉得现在照片里张伦说没以前拍合照那么开心的样子了 好像很勉强感觉就凭一张 图着断言 张伦说不开心也太片面了点 毕竟谁也不能保证时时刻刻都笑容满面吧 而且不笑就代表感情有问题了 那下图着张伦说的表情又该怎么解读呢 不知道是对姐弟恋不看好 还是对明星的情感生活格外放大 感觉每次中立体筛照片都有质疑的生意 比如上次中立体给张伦说在生日派对 穿了希腊巴斯打主题衣服 就被网友毫不留情吐槽又老又丑 不过就算网上总是诸多不好的生意 似乎也没能影响中立体与张伦说的感情 机场招经常看到两人秀恩爱 比如自拍撒狗粮 又或者一言不合就开始热吻情到深处 但中立体还忍不住上手 看得出中立体对张伦说真的是满满的爱 不仅微博经常是爱表白 节目上也经常毫不吝啬的夸赞张伦说 趁他是个好老公好爸爸 所以其实希望网友们也不要太操心别人的感情了 别人感情解密真的 那么你看好这中立体张伦说吗